早起,闺女5点5时进教室,早餐在学校吃,送走了闺女,已经没有了睡意,离上班时间还早,起来,把一个人的早餐做得热气腾腾,来份清淡可口的鲫鱼豆腐汤,再来个卷饼,一天的好心情从清晨开始羞涩微笑,衍生小鲫鱼去腮去淋冲洗干净,综姜蒜切好,豆腐切小块, 砂锅放入适量清水,放入姜蒜,放入小鲫鱼,再放入豆腐,大火烧开,中火慢炖40分钟,炖出白汤,撒上葱花,大火烧开关火,滴入适量香油,糖腥味美